厨余再质变黑金 看到不喜欢吃的食物就拿去丢掉 这些人们日常的小动作 日积月累就成为难以处理的厨余问题 根据统计 仅台北市学生的营养午餐 一年就会产生约476顿的厨余量 用厨余桶叠起来 有11座101高度 就算加强宣导不要浪费食物 效果也十分有限 翻开数据 台湾近十年来的厨余回收量 仅约35% 其余65%则是进到焚化炉烧掉 厨余中的盐分与油容易产生代曜心 造成空气污染 厨余的水分也会减少焚化炉的使用粘线 更重要的是 浪费了原本应该可以回收的资源 因此 建立有系统的厨余回收管道 才能真正解决厨余问题 在法国的洛克米内小镇上 坐落着一座正冒着矮矮白烟的小型生殖能发电厂 这里每一公顿的厨余经过发酵 就可以产生100度的电力 而且不仅仅是厨余 就连粪便污水 稻谷 腹穴 都可以一起发酵 将废弃物转换成能源 更神奇的是 使用过后的爪渣 还能成为附近农民的肥料 一年能为当地省下约25000欧元的肥料费 充分展现循环经济的隐形价值 台塑企业在云林曼辽的六青园区 为了解决当地的厨余问题 并发挥循环经济的价值 自非洲猪瘟疫情禁止喂食猪之后 就积极与云林县政府配合 南亚公司的资源回收处 每日处理厨余量最高可达30公吨 并制作成有机质肥料 截至2021年12月底 已经产生20万2530包的肥料 高达4050.6公吨 并免费提供县政府赠送与农民 及一般民众使用 让厨余不再是垃圾 而是珍贵的有机质堆肥 将原本面临被丢弃 掩埋命运的食物和产品 转变为再生资源 达成友善环境的最终目标